接下來的題型叫做過量 那麼在這裡我就不再去做第二個方法的做 我只有一個方法就把它解決掉 就是那個分座三步驟的方法解決掉 好 它所以有點畫甲 蕭山鉗反應這樣子 有這麼多的點畫蕭山鉗有這麼多的點畫甲 請問你產生的點畫跡裡面是多少 好 所以呢 第一步顯化成式地的平衡 不用做了 第二步乙滯跟鎖球換成墨 你知的都是濃度,所以就是墨的濃度,所以容易申訴 要求的是墨,就直接寫墨就好了,不用換 但是呢,老實講過了,A加B變成C加出 如果A也給我,B也給我,就要檢查有沒有人過量 我們在算的時候是以完全反應的為準 所以要檢查,我當初是教你怎麼檢查的 先要去換,換出來墨耳素,墨耳濃度,所以容易體積 換完之後來檢查一下有沒有人過量 這上面顯示的是兩墨耳的點化甲,會一墨的硝酸腺作用 那麼現在有0.02墨耳,2需要1,0.02需要,0.01 上面是我有的,下面是我需要的,我有0.02需要0.04不夠,0.02 我有0.02需要0.01,還超過0.01 所以檢查是正的,表示怎麼樣?太多了 檢查負,表示怎麼樣?不夠,用完了 檢查是0,可是剛剛好用完 所以在這裡有看到誰有用完 檢查有用完,蕭川堅有過勝 所以呢,我們算了算要以檢查來算,檢查來算 所以我們帶入所謂的均衡係數比就是墨耳數比 墨耳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的,要用那個點化甲去比 所以去比 好,點化了s,我們就比,2比1 好,超下來2比1 所以算出來0.01墨,算出來是0.01墨 這就是我們的計算方式 有A加B變成C加粗 A給我,B給我,要檢查有沒有人過量 有沒有人過量,OK 那請問你,這裡呢 鑫加上鑫瘤酸 請問你有鑫也有鑫瘤酸 請問你有多少公克的氫氣 會有多少公克的氫氣,一樣 兩個都給我,你就要檢查 檢查有沒有人過量 檢查有沒有人過量,OK 多少呢 他會採用多少公克的氫氣呢 慧珍姐 你有答案了嗎 你還沒有答案 你快算出來了嗎 也沒有快算出來 啊 0.2,有人報你0.2 好,來,一樣 第一步,寫方程師並且平衡不用做 第二步,椅子跟手球換墨 有兩個椅子,濃度跟體積 換墨的方式是墨濃度乘以濃度體積 以及1公升做單位 一個椅子質量 質量要處於原質量或分質量 然後因為都給我,所以要檢查是不是過量 那我們先把墨算出來 先把墨算出來 一個是用質量區原分質量 他有告訴我了 就往裡面算0.1墨 另外一個是墨濃度 所以容易體積,比較有公升做單位 公升的話200毫升是0.2公升 所以往裡面沈 算一下是0.2墨 算完之後來檢查 檢查看有沒有過量 這幾乎都是1 所以一定要配一個 所以0.1墨的鑫要配0.1墨的硫酸 0.2墨的硫酸要配0.2墨的鑫 兩個相減 鑫用完了是負的 那個硫酸沒有用完是正的 所以要算是要以鑫為準 要算是要以鑫為準 所以往裡面帶 均衡係數比就是墨數比 墨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接下來 我要的鑫是1 我要產生的鑫計也是1 也是1比1 然後呢,要算出鑫的分子 要算出鑫的墨 然後要質量處於原質量或分質量 鑫的分質量是2 所以假設S克就是這樣多 然後往裡面帶 抵上去,要1比1 所以算出來就變成 0.2公克 所以算是0.2公克 OK 最後 給的是氫加氯 變成氫氯化氫 然後請問你 要請問你要配成 它的墨能夠是多少 這個其實就是在算墨 這其實是要你算出你的 氫化氫有多少墨 然後呢 然後融到水有這麼大的體積 就能夠算出墨的濃度 所以重點的key word的是 算出它產生的氫化氫是多少墨 就是前面所謂的 簡單的化學劑量 那麼也一樣 因為氫氣也有給 氫氣也有給 所以會有人過量 或當然也有可能是兩個都剛好用完 那要檢查一下 誰是過量的 有沒有人過量 然後帶進去 說它的墨濃度 我剛剛跟你說了 重點是算出那個氫化氫 有多少墨 如果產生一墨 配兩公升就二分之一嘛 就0.5答案 產生的是三墨 就是二分之三 就是1.5答案 所以重點是要算出那個氫化氫有多少墨 那就是前面教的簡單的化學劑量 就是前面教的簡單的化學劑量 它應該是滑水的 帥哥呢 很好 張子民 沒有人要告訴你答案 大家都沒上完 2 2 2答案 請坐 2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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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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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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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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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很好 結束 請做科學練習